而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人 他到底是有多奴性 才可以说出这么狗XX的话 哦!他只是宣传而已啦 他没有叫你去赌 Testing testing 123 从一个废材变异成现在30万订阅的YouTuber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是一个多重器官衰竭的废材 哈喽你好 我是思敏 那在三年前靠这一部干话影片 从完全素人变异到现在小丑YouTuber的思敏 加油加油加油 那么YouTuber这一个身份给我的最大益处 毫无疑问就是这些年来 让我攻省了无数个小屁孩啊 让他们的成功换上了这个犹豫症 然后今天思敏就不先过什么攻省别人的影片了 今天思敏要来揭露这一个YouTuber行业的密靴 来分享一下我当了三年YouTuber的一些感想 还有体会到的圈内的一些傻XXX 听起来像是YouTube界的黄指甲又出来喝当机爆料 我不管哦 我当初现场抄袭争议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人管我去死 我现在管你们去死 而且主席出名孤独了 主席不认识大马自媒体圈内的认为一个网吧 而且观众也是台湾跟香港占据的比较多 所以这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牧羊全频道的各位 当然这也就代表说 我们说别人坏话的时候可以废的跟打神 我要你们全部死 首先当你在网络上塞有名气时候呢 你的这一阵骚气 就会莫名其妙的吸引了一群媒体 还有一些不懂从哪里跑出来的资深主持人 他们会想要趁你这一个经路历程的热度 反而反而你突然间 从这个素人转变成网络新虫的一些感想 那么首先他们的第一题通常都会问你说 请问你当初为什么要带YouTuber呢 BRO STOP 我在这里向各大媒体 还有什么深喉咙主持人喊话 不要再问这种无聊又傻屁的问题了 Who cares 我自己都不在乎了 我都已经红了 我还要记得什么初衷啊 赶快在辉煌的时候 割一个韭菜就完事了 我不是吴亦凡 我没有什么初衷处女情节 OK 妈的还要讲讲在那边跟你们讲什么 啊 因为我喜欢表演啊 因为我喜欢拍摄 因为我想要把欢乐分享给大家 没有 没有他吗 没有 YouTuber就是要用你们这群人帮忙买房买车而已 你个笨蛋 而且你知道这种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吗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在问对方说 哎 你要个80岁的阿嬷为什么没有来越近 我到底是可以答的多特别哈 要跟你说 不是啊 可能是我阿嬷 资光现在青春去比较叛逆吧 这么意料之外的答案吗 除了我喜欢表演 我贪慕虚荣 我喜欢这些你都已经帮我预设 还有众所周知的答案之外 我到底还可以答些什么 好了 除了这个开头B问题之外呢 他们还有这个结尾B问题 请问你有什么想要跟支持你的观众说的吗 例如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观众 不会 我不会 我不想要跟他们讲话 而且凭什么是我讲谢谢哈 现在做小丑我是我 你们只是负着笑而已 我让你们远离忧郁症 跟癌症说不 都杀你 还有停止了原神启动拯救的电竞圈 甚至让那些有买保险的人更值得看市民 要不然你看一看他谁做的都不知道 什么是圆圈 是英雄的手帮来的 所以逻辑上来说 应该是你们要跟我说谢谢 所以媒体们下次来点不一样的 OK 下次你们跟那些新网红做采访的时候 就可以来点心意 例如你们可以问他说 你觉得你可以在互联网上面撑几个月才会自X 怎么样 会很夸张吗 不会吧 我觉得以现在的网络新闻媒体的水准来说是OK的吧 反正你们每次的那些夸张标题 都是在逼当事人自X不是吗 像你爸没办法控制中处人理 像你没有办法控制不害别人自X 反正最后单亲的是你妈 你也不用为伤害别人的标题而负责 来father来san 想想想为什么你也正业是当于新闻的记者呢 因为我有仿社会人格 公众人物够该死 三色都好吃 真的信我 因为目前你们如果以后谁想要开余路报馆的话 你敢敢去问人家这些问题 你的文章点心就可以爆表 怎么样 你觉得市民这次又在瞎说吗 没有 我不是开玩笑 OK 我是认真的 我这次真的没有瞎说 至少李子佳是吧 好 可能台湾跟香港的观众不太认识李子佳是谁 他是马来西亚这一个国家级别的语球选手 而一个大好青年 大家挺倒霉的 自从他受到了这些媒体断章取义的标题的洗礼之后 和被一群网红们策刃度 还有某著名电台的几位DJ一直喊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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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网络上的这一个声誉 真的是一路线 他媒体趁他输出的时候呢 就报道他的爱好就是四创歌曲啊 最近接的业配什么有的没的 试图就是带风向引导大家 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影响他输的球啦 那么说到只看标题不看内闻的国民排行 马来西亚毫无疑问是排在前三名的啦 我们马来西亚的新闻标题对比台湾的新闻标题 简直可以说是快要倾出于难啦 所以在网络上的知识分子们 接受到这个媒体的风向信号之后呢 就开始把它按在地上打 一打就打到现在啦 你就是得意忘形啊 你想红想风了 拜托你是运动员 不是什么网络歌手 那唱你们的歌啥 你就应该24小时 这里就拍咻咻咻咻咻才对的 拜拜对什么有的没的 不出意外经过这些媒体的导弹性报道之后呢 当事人确实是成为了媒体案子的旺本教兵 但今天站在四名废材YouTuber的这个角度来看 宣布论人家的沙丘啊 追求什么样有利没利的 我不知道我不是专业人士 但就论网络声音这件事 他确实是被媒体网红 吃瓜不前四大的人们给坑了 还坑了个稀巴烂 所以也许雷三个都应该被自己给个不给的 你知道吗 就是要记得 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真的宁愿跟狗玩 也千万不要跟网红玩啦 不然就轮到你被媒体玩了 当然我不是说我很牛 只有我才看得出 其他人也有看得出啊 但看得出的人确实也只是占据少部分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超级厉害的 宇宙级眼间高卷 这只是很普通的思考和观察而已 但放在至今思学的网络年代 很显然这两样东西是并没有什么软用的啦 总之个个就如详细大人本机灵 凤香变斗白 人香变斗斗 等等的啦 啊 毕竟大家笑好笑满 赞满荣药才是最重要的事吧 华大人 你敢说什么意思啊 不说话而已 当然他说网民都是冷血无情北极熊嘛 那又不是OK 作为一个生活在多元文化领土的居民 我们的这个包容跟体谅呢 绝对是比谁都还要来得多的 所以我们绝对包容网红街区 网络赌博业配 Yes 你没听错 我们没有办法去包容一个运动员 他在面对网络舆论压力的心酸 他有办法体谅一群网红不断的揭笑网络赌博业配 这正是马来西亚大部分网民的开放态度 市民在哪一样呢 你自己都会说的 我直接反方 可以走 可以走回想 可以走回想 你个傲狗 你是不是知道你的那个偶像 他是除了网络赌博业配可以接之外 他还有很多其他更好的业配可以接的 你个傻 至少人家接网络赌博业配会做慈善的 你呢 你坐在那边钱没卷 人没卷 就只会坐在房间里面叽叽歪歪 所以现在业配不会做慈善对不对 对啦 用其他业配来做慈善 这一个为善感确实是不太够 不过男人市民也会对着电话哭是吧 你知道吗 网络业配就是一个即使你很摆烂 也可以很好赚的广告 这点确实是挺配合马来西亚网红割韭菜的手段 钱你要给出 但工作量我就给这么少 想象一下 假如你今天只需要把厂商的logo 放在影片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不需要为他念任何的台词 你只需要做你平常在影片做的狗X事情 就好像市民啊 含着一根蛋 你就可以轻松的赚取了十多千 甚至是百多千的马币 试问谁可以对着这一笔钱不心动呢 我现在还在试 然后不用使用了什么忌妒性大法来攻击我了 OK 这几年来我也被这些业配广告烦得要死了 打开游箱也是一堆网赌业配在邀请我啊 而且我现在已经接了 假如今天市民频道接了这个网赌业配 你才是意外是吧 你骂了个 所以真的不用攻击我 羡慕嫉妒恨的这部分了 你选择考虑攻击我 应该是输了很多 运气比较到这部分也比较好 当然我知道现在会有一群网络知识分子 急不住地要说 啊又不只是网红在街呗 那些艺人也在街啊 你在这边靠别什么啦 会有这么想的人呢 首先我恭喜你 我真的恭喜你 你是真正的龙的传人 你血液已流的是黄河 你也完全的继承了这个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 最棒的肉鞋 就是人家吃死 你也要跟着吃死 而且是跪着吃的那种 吃完后还要大喊 非常好吃 你的滑信都滑得让我又再一次多重器官衰竭了 所以你是觉得把艺人搬出来 那些网红就可以洗白了吗 没有bro他们只是一样烂而已 你只是多吃了一搞死而已 那怎么还会有人觉得说 把艺人推出来挡子弹 那么所有事情就可以合理化了呢 难道最近的台湾艺人 是全没有告诉你们这是心不通的吗 那你叫云顶快吗 够了傻屁 真的够了 现在的本质问题是 网红是不是应该大肆宣传 大肆推送 网络赌博的广告 那有什么会赌的人 就算他不宣传 他也会去赌 不会赌的人 就算他怎么宣传都不会去赌 这些只有你那颗 最强大脑才能误到的真理呢 可以先停止 停止逃避问题 停止偷换概念 停止学习老高 那其实真正让我脑麻的 也不是我们该不该接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只是在挖虫垂虫而已 我讲完我都觉得我自己捐了一百亿这么的伟大 但其实我不在乎王赌的问题 反正我不会从三十多跳下来 而是我没有办法理解 一个人 他到底是有多奴性 才可以说出这么狗X的话 哦 他只是宣传而已啦 他没有叫你去赌 认同这句话 又或者是会说这句话的人 你脑子是被狗X我吗 他这样子说很不好 这样子说很坏 但是我真的很想问 什么叫说 哦 他只是宣传而已啦 他没有叫你去赌啊 哦 他只是揍你而已 他没有真的要伤害你啦 哦 他只是放进去而已 他没有那X 他不是在死地啦 哦 说到底我亲爱的偶像 他只是个孩子呀 我真的差点以为留言的是令词你知道吗 当我往下翻之后发现有很多个令词非常的不对劲 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会说是这一种狗X的话 这已经不只是偷换概念了 这简直就是剽窃自章 如今能够这么诡辩 这么能比欧阳斯敏不要脸的人 要么就是脑子真的被狗X过 要么就是他妈的奶油毒 他这XX好多X你知道吗 不如台湾跟香港的观众现在以为我在开玩笑 以为我这个牧羊群在给他们按摩虚有的罪名 没有就是认真的好吗 这件事的真实性绝对是 比台湾被国际承认是国家更加 他当然是你除了自媒圈以外 耿涂圈也不例外 但我不在乎令词的奶子有没有毒 只是关于耿涂的这部分 不好笑文艺农场才是重点 这么浪还敢接拨 插业配找看你真正的工作好吗 哎呀 新闻媒体在这一方面就比较辞贵 他们应该都是流浪口水的 你看我都其实 都是想不买去买买一份的啦 看他们 但大概是基于被很多网络中年警察盯着 所以放弃 我真的觉得YouTuber这个行业 受到了外出必于8家族的诅咒 你知道吗 这个副作用真的太糟糕 想象一下你今天外出只是为了打包一份早餐 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你的手机 有着一个IG的提及通知 你点进去看 是你今天买早餐时候的背影 What the hell 你为什么要偷拍我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不舒服 比起偷拍 我真的是宁愿你直接过来跟我打招呼 不然就是 你拍的就别让我知道嘛 你提及我干嘛呢 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 这些偷拍后提及的想法 你知道吗 就是在现实中 你看到了我 你没敢过来打招呼 就是可能因为你觉得很尴尬 很害羞 跟世民打招呼之后又没有什么话好说 很排血 哎 可是 我必须要让世民知道 我今天看到他 OK 所以 我来偷拍他一下 好 然后再提及他 他肯定很尴尬 我超级惊吓好吗 You scare me 我没有开玩笑 我会直接拉黑你 工作人员会注意了 要被屁屁 要被偷拍 因为有了世民的 但是又不想要跟观众互动 你又是在干啊 Bro 你妈是女人 那你妈怎么会没看见男人就张开腿呢 你又怎么不看见男人就叫爸爸呢 我觉得这个分别是在于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假如我今天出席的是一个品牌活动 又或者是什么见面会活动 摆明就是 诶 看到我吗 欧阳世民在这边 脑产粉还不赶快过来称赏 让主办法看看世民的业务能力啊 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拍 怎么提及的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都是在参与活动嘛 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存在 然后世民也在工作的状态中 所以要提起假校去讨好你们这群玩八蛋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工作精神我是绝对有了 但是假如你今天遇到的是私生活中的我 然后你偷拍的我 还提及我 咦 我真的会很反感 我第一次经历的时候我快下烂了 你知道吗 我感觉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我的灵魂被摄取 或者其实你可以当没有看到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我真的搞不懂偷拍 到底是为什么 是现实中你的社交沟通能力比较弱 所以你只可以透过偷拍 然后讯息里面跟我社交吗 而且我发现大多数会这样干的人 都是那些 刘海遮住眼睛 他看到我 我看不到他的八家九 你看我又被歧视某种群体了 但这不是最糟糕 因为还有比偷拍的八家九 还要更糟糕的人 就是你遇见的一群八家九 人类就是一种一旦聚在一起 就必定会瘀掉的生物 他们连演的不演了 你知道吗 你分来飞去干嘛呢 我在拍影片你有礼貌吗 OK 说到他们连演的不演了 就从你下车走进那个店门口的瞬间 他们就已经在集体奇迹了 哇 哇 死命 哇 我口水是不是喷出来 哇 哇 那是失明吗 诶诶 诶 是他吗 是吗 是他吗 是他吗 他被我偷偷叫一下他啦 失明 我偷偷叫一下他 假装不是我们失明 是他啦 是他啦 超级莫名其妙 而且我已经早就听到你们在那边干干脚了 我的脑子也已经被你们妈两遍了 不用演了 你们的演技就跟你们的人一样 低能又弱智 我不看过去 就一直发情的在叫 我看过去 你们又假装在叫的不是我 是怎样 我是动物园的星星吗 是什么蜥蜴 蟑螂 蠱蟲 超级白目 超级别啦 再不然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直盯着你 失明 你是那个失明 是失明 我看到你来这边买早餐了 失明 蜜蜴真的非常诡异 非常的不自在 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 搞到我现在 都有这个外出后遗症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当你们看见一名 非常优质的YouTuber 会很惊喜 但是不用这么的夸张 不用这么的激动 不要吓到旁边的Uncle 表现得自然一点 让大家舒服一点 当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不是一个实力派的猴子 OK Monkey 好啦 所以以上几种 我觉得还有一种是 非常灾难性的碰面情况 我目前没有遇过 我也希望将来绝对不会遇到 好吧 像是一些在外的YouTuber 可能他们走走下 会被人认出来 那在认出来之后呢 这些路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还没有获得对方的允许 又或者是同意的情况之下呢 就从他们的口袋 掏出手机 然后怼脸拍你 如果我真的不认为 这是一个你表达喜欢对方的方式 就是为什么人与人碰面 一定要有一部手机在中间呢 手机是你的社交桥梁吗 你投胎要用奈何桥 社交要用手机桥吗 假如你是想把这美好的一刻 记录下来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 问人家要一张合照就好 就是镜头一直怼前去 然后不停的拍 真的太你X恐怖了 还有所有YouTuber在真实的情况下 你们确实是看不太习惯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们 放入回这个手机的相框里面 才会显得自然一点 别这样搞吧同志 太恐怖了 而且没反应快的人 真的会以为是你要他帮你的手机 这是我个人不太认同的行为 过度消费还是 推系给孩子去卖的 可爱没关系 当然问题是你的小 我知道 我超这样子说很白目 我都觉得自己比那些 接网赌的网红还要糟糕了 但又怎样呢 先生小姐 你的想法确实是不可爱 大家很公平啊 父母们也可以讨厌那些 一年365天 只会坐在房间里面 看稿讲干话的 文蛮YouTuber对吧 每个人都有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自由 反正我会催眠 那个人不是我 我觉得除非是女孩子在抓周的时候 自己开了电脑 然后自己创的YouTube帐号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么他就要跟我这个废情一样 自己选的路滚都要滚完对吧 But children 网络真的非常黑暗 像市民刚刚就已经完美的示范给大家看了 OK 你的小孩确实是不可爱 我知道 我知道善良的人很多 但是跟市民一样 狗吧 可能也有很多 而且我有摩尼过很坏的想法 就是假如哪天 父母做错事情 放宗恨被讨伐 甚至上升到他们那个 曾经有路过年的孩子也被骂的话 这真的非常的可恶 但幸亏现在有网络黑暗水准 还没有到这个级别 其实我不懂你知道吗 可能已经发生了 只是我自己不懂而已 白杆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 但也是谁提议的蔡阿嘎 让他把自己孩子的照片贴在捷运站一两个月 这么疯狂 这么充满爱的主意 Pro真的幸好最后撤掉了 虽然很可惜 但至少证明了在一个人来人往 上下班族怨气非常高的捷运站 显然是不适合成为乌托邦的 我突然在想那本地的网红 能利用小孩来做什么活动 去还赌业 作为过来人欧阳思敏认真地告诉你 能抄袭的话就别买课程了 笑脸 真的 你去上大学都没有买这些 所谓的YouTuber个生亏 一起花钱去买一堆 上网就能够找到的教学和建议 我更推荐你拿这一笔钱去循环 刺激一下自己的创意 频道走红也有好几种 努力经营 意外爆红 抄袭黄模 趁流量了 唯独没有买了课程了 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 哪个上了案的十万百万YouTuber 是因为买的课程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所谓的宝贵课程 都会给你打一堆预防针 什么老师到处你说 这只是他自己的独家经验 捷径分享 主观建议 然后角落还有一个小小小小的免责声明 仅仅是学术交流不保证成功的 那你们还买来talk 你要买就买100%保证成功了嘛 就算最后没有成功 你都可以提高你要为自尊导生 骗了好几百万啊 然后成为中文界的野兽先生 还可以拿这一笔钞 不要来砸曾经侮辱过你买课程的我 你来哦 我不害怕的 OK 你越因为我越喜 当然除非你告诉我 你买的YouTuber课程 不是为了频道要不要走红 而是为了政治自己 那你更傻 不然呢 你到底还在期待什么 那假如不买课程 然后你又真的自认自己没有创作能力的话 那你就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就去打工 离开你父母的房子 找一份真正的工养活自己 OK 你个懒X00后 你大学不要上 工又不要打 那你只剩下抄袭咯 抄袭也真的算是下下策子中的上上策 先抄 然后再慢慢摸索出自己能产出的内容 当然你要一直抄也行 反正次项肯定是比很老好看的多 好像思敏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抄的是见习网美小吴 但是没有开到的效果 我才把影片删了 所以有很多观众大概不知道 市民曾经也干过 有1万岁的路线 当然最重要的是 最后我跟所有朋友都反面了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消费他们 然后当然这几年是吧 没有拿个创作者被剃爆抄袭后 是真的会光频道来卸罪这么晚蛋 谢谢你这么傻 你看欧阳市民 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还不是坐在房间里面 对你的人生指指点点继续抄袭咩 所以其实被剃爆抄袭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的公关能力要好啊 少年 公关能力好 不会被人吃 公关能力烂 轮着被人干 所以到时候能不能拯救你的职业为止 真的就要看你诡辩的能力了 你必须把弯的说成是值得 就像乡口交同口交那样 听上去是一样的 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 虽然大家都是吹 但是前者是吹波 后者是吹棍 前者可以在大家面前做 后者 其实都可以在大家面前做 是看你个人兴趣的 所以其实今日我有我吹 他有他吹 大家有大家吹 而最重要的是 给我们吹的你 要感到舒服 开心 濕近 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 其实我觉得没错 我做了 没有要求市民要员 我相信无所谓 这种能感 你是最棒的 总之能讨好观众的话 就别急着称平自己了 观众不在乎啊 互联网上 你不跟人家掰 那你就真的掰了 所以你学会了吗 老 好啦 以上就是我当了youtuber之后 领教到的傻XX 那是不是你今天讲这么多 那你有解决方法吗 没有 从来就没有解决方法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解决 这纯粹是一部我抱怨的影片而已 我就是喜欢制作一些充满负能量的内容 让大家都跟我一起陷入这一个 躁郁症的泥坛 视频频道的宗旨 从来就是拉死不骂死 我价值观鞭叉 我有精神病了 OK 好然后我现在拉完死了 我们下个死坑再见吧 拜客人 拜